現年53歲的翁永田 從接觸高爾夫球 至今已將近20個年頭 對他來說 高爾夫球不只是一個運動 更是他走訪世界各地的最好方式 高爾夫就是有這種魅力 就是說他是挑戰自己 因為你每天打的 甘肅不一樣 你每天去打不同的球場 球場十八段風景又不一樣 所以全世界的球場又不一樣 我那時候在做生意 經常飛美國 一個月飛一次 我都球幹帶著 順便去出差 然後一下飛機就先去打一場球 調時差非常有用 所以我就到處打 只要有球場的地方 我要去出差那個地方 我就先看一下我哪裡 問一下客戶說附近有球場 有有有就去 我經常自己去 然後就跟老外就 就病毒就打一打 老外就帶我去吃晚餐 好好玩 那時候是怎樣 就是好玩 那也有運動效果說真的 就是這個運動是比較溫和的 那像現在退休之後幾乎也是天天在打 那我是覺得高爾夫有個魅力的就是 你不斷的 每天打的甘肅不一樣 然後每天你要去打漂亮的球場 不一樣的球場 你又很興奮 這是我喜歡高爾夫的原因 我兩年前有去打那個 U.S. Open 今年U.S. Open的資格賽 現在在夏威夷 我也選 美國 美國公開賽 長頓公開賽的資格賽在全美國都有 我特別選夏威夷 夏威夷順便去玩 然後去打 打啦 就打啦 打 因為他只要 五十幾個人只要一個名額 然後打完十八棟而已 十八棟打完 跟人家平肝 打了六棟的延長賽輸了 那就回來了 其實也很好玩 我都會先看周邊有什麼好的風景 名勝的地方 然後開車要開多久 現在網路又亂發達 上網看都看知道了 所以我就是把它結合在一起 然後看這個地方我沒去過 好 我們就去這裡 設置 設計去都一個禮拜 然後就打球邊玩這樣 差不多 現在我的生活都這樣子 一年就 有比賽啦 有資格賽打啦 然後就去旅遊這樣 其實其實說去打球 就跟距離有一樣 距離有一樣 就那樣 尤其打那年輕人 怎麼可能差那麼遠 年輕人的那個 現在的球場又遠 但是那球場都好漂亮 像我 我上個月才去海南那個 那個神州半島 那球場多美啊 在海邊 超漂亮的 我喜歡 大陸球場漂亮 然後我們去打也有便宜 又不貴 這樣子 那所以就結合旅遊啦 所以我現在的生活中心 大部分就是打球旅遊 兩種 沒啦 像昨天我們理事長跟我講說 叫我跟他去打英國公開賽 資格賽 我說可以喔 英國我好像沒去打過 我考慮一下 2018長城巡迴賽季 開幕戰 南區熱血傳承賽 洪又田老師 以兩回合平標準竿 獲得單獨第二名的佳績 上個禮拜那個藍寶球場 就是 應該講說 我們 一些日行賽的選手都沒有打 所以就 我打平標準竿就第二名了 這很純屬是運氣啦 上個禮拜去台南呢 台南因為也經常去 所以也有 我也去旅遊啊 我星期六回來的時候 都到嘉義那個 那個太平天 雲一那邊去旅遊 一天回來啊 所以我們就是打比賽 然後也有空檔就是 那裡的這個旅遊啊 退休生活就是這樣 翁友田老師 縱橫高球沙場20年 就被看起來天不怕 地不怕的高球小巨人 卻歡迎請剛踏入職業賽事的 那份賞金 我們剛剛開始打職業賽的時候 其實什麼都不懂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考亞群的時候 那個主委會講說 你有報名把比賽 明天要比賽 這個練習賽你都不用來報到 我不知道什麼叫報到 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就找找找找到 找到我 你都不用來報到的 我都不曉得 那時候我是自己報名去打的 那職業賽剛開始的時候 說真的都傻傻的不知道 就打唄 所以我那時候 剛開始第一天打都會打得不錯 因為都不知道嘛 而且第一次參加比賽的時候 還不太曉得說兩天有淘汰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第一天打出來 我都打得很好 後來越打就越糟糕 為什麼 因為知道說第二天打不好 就要回家了 所以緊張就會造成壓力 所以就越打越糟糕了 所以職業賽還不如當初就傻傻的 不知道就一直痛 還打得好 那你越想打好 那你越打不好 就是緊張 會越緊張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年輕人要打職業賽賺錢 還真難啊 還真難啊 為什麼 真的是要賺錢真難啊 你如果兩天 兩天如果miss cut的話 就一毛錢都沒有 都要划自己 壓力很大 壓力真的很大 所以現在年輕人要打好 還真不容易 目前翁永天老師在長春高復協會 擔任賽務助 對於傳承 他希望透過青少年與職業選手 同場比賽的機會 增加小選手的比賽臨場經驗 那傳承這一部分的話 當然我很希望他們 能夠在這些巡迴在老師上面 身上學到的東西 這很重要 我們現在有 他有一個專款在培訓這個 這個就是說 培訓這個青少年 然後我們每一場比賽 我們每一場比賽 都有邀請六到八位青少年參與我們的賽事 就跟我們這些老師 同組 甚至有一些 有一些就安排想要跟這個 比較知名的這個老師 同組我們也都會盡量 符合他們的要求這樣子 那就是 有一些像盧老師 王老師 呂仁德 李老師他們在國際上面 都有在 還有在打巡迴賽 那他們的經驗 在比賽中的經驗更豐富 我現在覺得我們台灣的這個 青少年選手就沒有一個群體 在一起 就是這樣群體來培訓練習 就是差人家韓國 說是泰國差很多 我對我看來 其實韓國人家都是 有專門的教練 然後帶一群這樣子 到冬天就飛到南方去練習 然後如果天氣沒有那麼冷 就在本國去練習 那我們台灣就是 嗯 有個比較不好的就是說 小朋友好像不太願意讀書才去打球 這個 這個很麻煩 這個就是 就是現在目前我們 當然這一塊 說老實話還蠻複雜的 嗯 要培訓出好的選手還真不容易 你看我們現在唯一好的這個潘正宗 是美國人培養出來的 真正在台灣培養出來的還真不多 所以我建議是說 呃 單向協會啊 比如說高協啊 應該 應該要多想想他們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因為我們主要的這個高爾夫青少年培訓 都是由高學主導的嘛 所以我想高學應該要提出比較好的一個方案 那年輕人如果對這一方面有興趣 那就是要認真沒有方法就是要認真練習 當然希望能夠打好一點 好玩啊 不過打球就好 我就打球就是度假 啊 啊到中南部去啊就是度假去啊 嗯 對啊 然後這些 老朋友可以一起打打球很好 站上巨人肩膀 不如自己變身成巨人 欧永田用自己最熱愛的方式 行走世界各地 高球小巨人這個稱號 使之名歸